歡迎回來的新聞現場 是不是介紹關心的是 在家公華地區是關心到 火金庫的任務景點 不過當地的民宿業者表示 近年火水來後比較多 只要讓火金庫素量的高風景來演奧 尤其是5月10號造油 火金庫的素量將得到最大量 啊 離山風景庫在水利 泰河 離家本期的頂地區 都是欣賞火金庫的好起床 你想要看到素量最多的美景 沒有了解到火金庫的事情 就看不到 你在這家鄉公華社區的民宿 也真創意一下 是來到公華的星光大道 火金庫的素量是保抹金庫山頂 目前我們所在的這一條步道 我們有一個名字叫做 螢火蟲之星光大道 就是說螢火蟲的密度 會讓各位覺得說 在我們的周圍螢火蟲會撞到你這樣子 每一年的螢火蟲系的大發生期 大概都是在國立的4月底至5月初 每一年的都是這樣子 目前這一區也是黑刺鹽最多的區塊 今年的四月份阿里山風景管理處 基盤到羽吟共有酸糖瓦董 就是酸在地區公華來基盤 因為公華社區這支合約到火金庫多年 當地民宿業者也已經是相當有經驗 並且今年公華山區在5月10號造油 火金庫的素量會得到最大量 你每一天最好的觀賞時間 就是在晚上的7點造油 火金庫剛才要去北 看起來的公餐會得到夾 是保留驚頭最漂亮的時候 來我們公華社區觀賞營火蟲 除了入住我們這邊的各家的民宿以外 也可以經由我們的社區 我們的文化協會 或者我們社區這邊的窗口來報名 我們社區有這個解說員 可以為各位服務這樣子 公華社區在這幾年的推動之下 身為到火金庫的生態 民宿推出到看火金庫 白面無數 營光孤 要用親入台主人的觀光行程 來啟營UK 世新新聞 大家看在驚鄉 蔡翁報道